洗头要怎么洗呢 666 6点洗法步骤 来分享给大家 我だけたも せろき おんきらい ラロキ ホッとんあい 步骤一 梳头 梳头之后可以选用 发梳比较梳的梳子 梳头目的主要是要增加 我们头发的柔顺度 避免在洗头的过程当中 因为打结拉扯的吊法 步骤二 润泽 让温水冲洗掉表层的脏污 步骤三 洗法精搓泡 依照每个人的头发长度 选择5元到50元的硬币大小 脱泡方式注意哦 我们在掌心搓泡 不要直接在头皮上搓泡哦 步骤四 洗头 洗头皮的过程呢 先请从头发多的部分 慢慢洗到头发扫的部分 所以一般会建议先从后垫顶 洗到侧垫顶 然后再洗到垫顶 然后洗到前头 而洗头的部分也建议洗两次 第一次简单清洁 第二次我们进行深层浸泡清洁 可以让我们的泡泡停留在头皮上 3到5分钟 让它进行深层清洁 有效成分还可以增加头皮的吸收 步骤五 洗净后压干 洗完头发之后呢 可以先用干毛巾 吸干多余的水分 注意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用搓揉的方式 避免伤害到毛发 步骤六 保养 将头发吹到半干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涂擦 我们的保养产品 保养产品请全头均匀式的涂压 之后再用指腹均匀的按摩头皮 增加血液的同时呢 也可以增加养护头皮 最后再把头发吹到8分钟 就完成了哦 以上洗法简单666步骤 大家都学会了吗